糟了 某种 是你奶奶 不好意思 那你们再忍一会儿 奶奶应该快骂完了 还敢在后面说悄悄话你们 对不起奶奶 哈哈哈 罢了 反正像我这样没微信的老太婆 说什么也就是耳边风 你们翅膀硬了 可听不进去 嘴上说敬重我这个奶奶 实际上呢 以后啊 也别让依法送什么土豆卷心菜到我家来了 我不要你这个臭小孩的东西 依法是谁啊 快递员吗 不重要 跟这小子混久了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一长大就管不了了 我又能说什么呢 希特拉利 希特拉利 谁叫我 好啊 敢叫我的名字 是想跟黑药师的希特拉利 比试比试 对不对 你醒着吗 感觉你在对着空气说话 哼 非要跟我比 然后呢 输给我 觉得我很可怕 躲着我 一个两个都这样 说我是萨玛里的老妖怪 嗯 你说 我难道真是老妖怪 我哪里想妖怪了 希特拉利奶奶才不是妖怪呢 没错 没错 别以为我嫌得很啊 我告诉你们 我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嗯 帮首领排忧解难 与大灵对话 明显 嗯 还有 照顾那些来求学的小鬼头 嗯 新来的 对对 就是你 还装傻呢 我不是教了你找人数的办法吗 你就说 我教的对不对 好不好 嗯哼 总算有个懂礼貌的 没错 奶奶我很可靠 很认真的 她不会是睁着眼睛在睡觉吧 我的天哪 奶奶在冥想呢 喝多了就会这样 可不是在睡觉啊 她现在脑子转得很快 风景还不错吧 我最喜欢一个人来这里了 这里视野确实很好呢 哼哼 好想哭 哎 你别真的哭啊 我们哄不了 打个比方不行吗 真是的 明明是你们在帮我 居然还对我说谢谢 我太糗了 我们还是多随便一点吧 否则太难受了 真的 我还以为希特拉里是那种很讲究规矩的人呢 我 以前算是那样的人吧 有一点你说对了 我确实很少这样对待燕米主的族人 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古怪的老太婆 这种认知已经流传很久了 很难打破 但我觉得 你跟普通人也没区别呀 燕米主的小家伙们 听见你说这话会吓死的 要是奶奶可是不得了的人物 请注意态度 他们会这样说 希特拉里确实很有本事 他们是不是怕你 有些是怕我 有些是不服气 又打不赢我 慢慢的 大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跟我相处了 你们呢 不怕我吗 我们 我们根本没觉得你可怕呀 哼 那是因为你们不在燕米主生活 不知道我这个女人 毁灭了多少人对于才华的幻想 看到我啊 他们就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 也不可能像我这样 成为活着的传奇了 等一下 我没捶你啊 你可以不信的 要不然 要不然但我没说 喂希特拉里 你脸色不太好 没关系嘛 要不要回去睡觉 我大概是喝多了 没关系 吹吹风就行 果然还是喝多了 算了 我回去吧 我到底该说什么来表示感谢呢 你们帮了我非常多 真的 别客气 我们是朋友嘛 而且你也说了 你欠我们人情啊 那我们更没必要怕你了 对不对啊 也是 那好吧 我先去睡觉 回头再一起想办法 那么 你是怎么办 你肯定先 你肯定要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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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要不然